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谈以无念为正觉佛法 那么其中我们谈到这个空观 那么无念是什么 其实无念就是空观 名词不同 名词不一样 事实上是同样的 你无念就显空 就显出空观 空观就是无念 我常常讲 我们修密教 你这个空观 当你把这个念头止住 观想这个无云晴空 无云晴空 那个没有云 晴天 无云晴空怎么观 你坐飞机上去 这个飞机有时候飞到银层上面的时候 你再往上一看 这一望无际 这一望无际的 全部都是虚空 一望无际的 那个现象 那个现象就是空的一个现象 那么这个空的这种现象 你有时候啊 你体会出来 你观想西空无边无际 我以前教大家观想啊 就是你先观想一个夜轮 那么再把夜轮啊 再跨大 一直大着 大到无尽的时候 那就等于是一种空观 你什么都没有想 就是无念了 我也讲过 当你空观正定的时候啊 定下来的时候啊 你全身会有充实的感觉 因为宜咒的法瘤啊 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了 这个时候会产生啊 内外打破 你跟这个宜咒啊 整个合一了 合一了 宜咒也跟你合一了 这种接受啊 非常的清楚 你修密教的人 会 会有这一种接受 会有这一种 哇 山河大地在我心胸里面 你一看 有河流 有山 有众生 哇 什么都在你肚子里面 你都吃下去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乾坤带 乾坤带 你身体就是乾坤带啊 钱啊 就是天啊 坤啊 就是地嘛 你把天地 全包容在里面嘛 你身体不是乾坤带吗 这个时候你心胸会开阔的 真正心胸开阔的 就是得空观的人 他心胸会开阔的 我讲啦 什么都是好 没有什么是 什么灰 什么善 什么恶 没有的 因为你假如有了善恶啊 你就一定有取舍 善的你就喜欢 你碰到一个善人 哇 哇 我的兄弟 我跟你做朋友 我喜欢 我喜欢 我喜欢跟善人做朋友 你碰到一个恶人 哇 我 亚 马上你就排斥他 你就觉得很嫌他 很厌恶 这个就是有善恶 有善恶的心呢 就有取舍 有取舍的心啊 还不达到空观的 还距离空观很远的 距离空观很远的 所以你修行修到无念 到了空观的时候啊 你就内外打破 能够啊 跟宇宙之间啊 山河大地融合为一 那么你修到无念啊 在密教里面讲 又叫着转法轮 我们在修密的人啊 从基础开始 通通都是在修 这一种最高的境界 从基础 你看九节佛风 是的啊 这个鼻孔吸进来 进到里面 转一圈 从这个走鼻孔出去 走鼻孔吸口气进来 转一圈 从右鼻孔出去 这是做什么 这是对流 气的对流 气的对流 宇宙的法流 跟你在身体里面对流 将来啊 要把你身体啊 变成宇宙的法流 先从有开始修 先从气啊 开始修 修跟宇宙的气啊 对流 宝瓶气也是啊 把宇宙的气啊 吸进来 儲存起来 不要让它跑 等你宇宙的气啊 在你身体里面 产生作用 这是宝瓶气 金刚念诵 也是的 跟本尊之间对流 本尊在你面前 它孵出来的气 你吸进来 转一个圈 你呼出去 本尊吸进去 再对流 做对流的工作 那么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转法轮 你吸进来 宇宙的气 呼出去 是你身体污秽的气 这样转啊 对流啊 这样子转啊 就是把你身体的 所有的业障的气 呼出去 宇宙的法流进来 我告诉你啊 包括密教最秘密的 这个双生法 都是对流 双生法都是对流 都是对流 完全都是对流 你本来犯官也是对流 你本来犯官也是对流 犯生修行也是对流 三生法也是对流 都是一种对流的一种现象 一种对流 其实这个呢 就是要转法轮 在密教里面讲 就是在转法轮 在转动 在转动 在一直的把宇宙的法流 充实在你的身中 把你身上 悟悔的气排出去 这是密教的 转法轮 所谓转法轮啊 好像有人讲啊 把说法教示终生 是转法轮 没有错 把好的东西 把应该这个善法 把佛法传播出去 也是在转法轮 但是自己要成佛的法轮呢 就是这样子 跟宇宙之间对流 这种现象 就是你要自己本身修行 要成就的转法轮 所以这个转法轮啊 不一样的 那么以无念为正结佛保 我告诉你啊 无念就是真如 那么无所谓 无我自然 都是接近一道的 接近真如的 无念已经接近真如了 因为真如没有话讲啊 不能说的 不可说的 所以无念就是接近真如 你无所谓 也是无我 都是接近真如的 那么还有一个自然 任印也是接近真如的 都是接近的 那今天因为这个真如没有办法表示 所以用以无念为正结佛保 空观 都是这个真如的 Om Máni Pemihom Om Máni Pemihom